但他其实不算个小年轻人,也不算是娱乐圈的新人,因为他大学毕业后,就通过选秀成团的形式,进入娱乐圈很多年了。 相反,他当了多年不太火的组合的成员,唱唱跳跳并不突出,参演的一些影视作品,也都是不起眼的配角。 参加综艺节目也是被紧直到前几年,肖战才凭借着网剧《陈情令》一炮而红,喜欢他的迷妹也是不计其数。 作为一个心境顶级流量,肖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,更不用说粉丝们最关心的自家爱豆的感情状态了。 自从肖战和杨子合作了,余生请多指教之后,他们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也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喜爱。 在这部剧中,两人的爱情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,那种甜甜的撒狗粮状态,更是让网友们直呼相信爱情。 很多人也都认为,他们俩十分般配,两个人在剧组互相庆祝生日,也是让粉丝们直呼磕道了,只是两人却一直对外宣称只是好朋友。 如今,肖战已经30岁了,却一直保持单身,这也让很多人好奇,30岁的肖战为何一直单身? 虽然目前他贵为娱乐圈的顶级流量明星,但年纪已经不小了,父母家人也是对他各种方式的催婚。 而且肖战还在上大学的时候,父母就已早早准备好婚房,作为独子的他,父母肯定很希望他能早点结婚生子。 于是,就有记者问过肖战的感情状况,肖战也并没有回避,他坦言道,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,目前是将重心都放在了事业上,暂时没有考虑感情这方面。 当他的原因曝光之后,也是让很多网友直呼,早该想到,肖战也表示,可能会在35岁以后,才考虑结婚的事情。 虽说现在没有谈恋爱,但如果以后谈恋爱了,会公开恋情,如此大好形势下,努力拼事业,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期待肖战未来的发展。 相信等到肖战通过演技,实力在演艺圈站稳脚跟之后,就不再会有恋爱,等于失业这般尴尬处境了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